今天《翻箱倒柜》又给我找到了一款成年剧作《费典行动》《地狱之路》2005年 而说到这个游戏 那可是大有来套 关键池 625平方公里的无缝连接超大地图啊 全开放非线性游戏关卡 媲美孤岛惊狠的游戏画面 那么紧紧让我们赶紧的欣赏一些说明书啊 先是剧情介绍 和游戏名字一样的石头 不知道有什么用 啊 你这说明书是在问我吗 真想把这小贩一枪盖翻 不知道钱能不能拿回来 我 我不当我啊 各位同学 大家一定猜出的这个猪头是谁了吧 你他妈 你管这叫说明书啊 你说明那个寂寞啊 脑子猜是说明书吧 好吧 有可能是这个说明书的小编过于幽默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武器介绍的内容吧 罗 没用过 操 妈的智障啊 这说明书也堵吧 我不会买到道本了吧 吓得我赶紧上网一查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个所谓的官方水盘附赠说明书 内容竟然和某知名游戏论坛的网友评测 不能说是一字不差 只能说是如出一则 只对部分内容 主人公的女儿 身材一级棒 进行了删解 好家伙 难怪文案这么离谱 原来是网友所住啊 我就不吐槽这个游戏的出版社 是中国中医药业出版社了 你好好的中医药齐坑不翻 跑出来发现游戏关盘转外快是吧 不过 这么可惜了 游戏确实是正版无误 那让我赶紧进游戏看看 好在 游戏的开场的话还是十分流畅 颇有3A大族的水准 主角的女儿身为记者 在一个位于南美的小国里进行采访时遭遇了不测 而与此同时 身在法国巴黎的男主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愤然转身 烦起了他的上嘴唇以示自己的不满 然后画面一转 男主就已经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啊 什么叫开门红 这就叫开门红 再次脚踏实地 为了防止再次遇到bug 我们先赶紧了解一下这里的bug 不对 了解一下这里的环境 正如游戏介绍所说 游戏有着超大的地图 而大多数的NPC都聚集在城镇一样的据点里 我们要找女儿的下落 当然也是从城镇找 然而 这里的NPC 那可个个都是神人 比如这位大哥 坦兄怒背 摇马后一样 当该锻炼其夏儿之力量 还当作和路人玩起了对对坡 十分的开放 这位老奶奶 见面就表现的头怀送霸道友好礼仪 十分的客气 更顺着还有这位 双目紧闭 仪式独立 当街表演起特技 而且是群体表演 十分的优雅 当然 最卧虎长龙的还属于这个 游戏第一个组线任务 我们需要去找当地boss的主编询问女儿的下落 而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时 这个主编正在 可惜的是 这音乐是我放的 他的暂时水平是这样 简直跟用贵皮八角酱油卤了三天的攻击 突然开始打明依一样好听 看什么看 不要影响我打鼓啊 呃 做 做事 有话 有话好说嘛 在男主的好人相缺下 主编还是说出了情报 男主的女儿最后出现是去采访了当地的黑帮老大 而这个黑帮老大势力庞大 伟人心狠手了 女儿这波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而想要搞明白黑帮作用了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询问城里的毒霄 很显然 我们这种与毒毒势不两立的好男人 是肯定不会去和毒霄谈条件的啊 而第二条则是去问给黑帮老大建造别墅的设计师 从他的口中我们轻易得知了混进黑帮别墅的方法 甚至为了防止我们穷苦人民不认识别墅 还专门给我们准备了一个黑帮别墅的模型 简直煞费苦仙 虽然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 那就是去问酒吧酒吧 这种游戏常见方案 但是既然我们现在连别墅的剑模都拿到了 好像就已经没有避 必须进来看看 多一条路只多一点现实嘛 我最喜欢交朋友了 夺方打听 确定了黑帮老大就住在这个荒郊以外 拦出连忙抽身 突入黑帮别墅 一路沙上别墅泳池 发现这个黑帮老大的四个老婆竟然在这里晒太阳 好家伙四个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奶奶的 这里的黑帮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 放下武器 我们 我们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人生和理想嘛 好吧 男主这个猛男看似很凶 结果一上来就吃鳖了 被迫和黑帮老大聊人生 不过意外的是 这个黑帮老大竟然十分谦虚 真的和男主聊了起来 并表示 虽然你的女儿来过我这里 但我们其实非常聊的来 最后还成了忘年交 你其实是被那个无良主编给骗的 啊 这 看到眼前的黑帮老大惩意满满 男主也懵逼了 于是再次返回报社与主编对质 然而第二次好原相团才刚刚开始 主编竟然遭到了窗外杀手的暗杀 杀手打完就溜 行动十分专业 显然这中间有些秘密 有人不希望男主知道 男主此时只能 等一下 嗯 谁 谁在说啊 等一下黑帮哥 我有一言不吐不快 啊 主编你已经挂了呀 算了你就说 你是想调查事情的真相 然后找你女儿对吧 对 那杀手大哥 你是想阻止主角 调查事情的真相 然后找到女儿对吧 嗯 对啊 啊 这样啊 那你 那你直接打他呀 你打我干什么 你有病吧 我他妈召集上你了 啊这 啊这 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法反驳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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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因为主角有主角过分吗 我打他那不是招屍 确实 但是你以为不打我 那就不是招屎了吗 你以为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喵 还西装阁女 一看就不像好人 就这样 一路最终并干掉杀手从他身上收出纸条 男主得知这一切的背后 有一个叫boss的人 这个人也是目前寻找女儿的唯一线索 此时游戏又给了我们三条分支选项 实际上 游戏的左线北 十多是三条分支 这也切合了开他所说的 非线性游戏关卡 想要走某个势力的分支 就必须保证这个势力的好感都是正的 提升好感嘛 不必说 自然是帮他们跑腿 跑腿 还是跑腿 但是降低好感嘛 那就五花八门了 打上路人 叫好感 吓到NPC 叫好感 最离谱的是啊 卧靠 这关我屁事啊 你他妈碰我瓷是吧 更加奇葩的是 这个游戏有一个政府军事 你会开直升机在天上巡逻 这些直升机有事没事就会在你的头上乱过 但是 卧靠 利愿牺牲一架直升机也要来碰瓷啊 你们是真的牛皮啊 总之 想维持各方势力的好感度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 当然 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黑帮老大 只要你给钱 他就给情报 绝无二话 绝不骗你 我可以直说 他就是这个游戏里最实诚的人了 你想知道谁派的杀手 可以 价值两万 五百 一万九 四百 不带这么还价的啊 二百五啊 成交 总之 有啥不知道的找黑帮老大就对了 有了这个万事通 男主的巡女之路自然也是德兰全部费功夫 个屁啊 接下来的游戏剧情 让我用流水帧来形容都有点侮辱水流了 要知道这个游戏的地图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丛林 然而游戏的流程是这个样子的 先送着纸条去找派遣杀手的人 结果这个人说自己是个中介 目的是销毁主编的银行账号 于是拿到主编的银行账户到银行查询 结果都知收买主编的是一家科技工厂 于是一路到科技工厂调查线索 结果发现这里的负责人死了 后在历史之前负责人告诉男主去找一个打工仔 结果发现这个打工仔需要一本美国护照 于是只能去监狱就一个伪造护照的人 把护照给这个打工仔 结果打工仔说只有他的同事知道Boss是谁 于是男主就只能去打败一堆杂兵去救同事 坑你妈的这是啊 感情我他妈远度重样万里非来难美 就是来跑丛林马拉松了是吧 这一圈跑下来现在只有一个画面能代替我的想法 我去你妈的 然而跑马拉松可能还不是让人最崩溃的 最让人崩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你从他们口中得知 那个所谓的Boss竟然就是那个黑帮老大 我靠我他妈625平方公里都跑完了 原来就是你个二人子一直在带我绕圈子呀 快说你是傻逼 我是傻逼 我是傻 我都说了我是傻逼了 你说的就有用吗 我他妈把还都踩坏了四刷 你能理解我的痛吗 赶紧求关注老爷们三年 不然你小命难保 关注老爷们给个三年吧 不要杀我呀大哥 那还得看你的解释了 说你到底想干嘛 把我女儿弄哪里去了 终于到了这里黑帮老大终于不再迷女人了 说出了女儿的下落 然而这个体位的答案 却在男主和屏幕前的我都他妈眼前一黑 这些实在离谱 就不能说是脑洞大开 只能说是老壳都被都被捅了个穿 原来那家收买主编的科技公司 为了统治这个国家 竟然开发出了一种心灵控制装置 能够释放出控制电波直接把人变成傀儡 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负责人和打工仔 都是因为撞进了真相 死的死逃的逃 而男主的女儿之所以被卷积事件 竟然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心灵控制装置 谁都可以控制就是不能控制女儿 于是他们就把女儿给抓去实验了 这也太他妈狗血了吧 啊这已经不是编剧有没有脑血酸的问题了 这是想把玩家也整成脑血酸了 听不说这个心灵控制程序是什么果 编剧集要是没活整了 你可以摇摇没气罐 再说了 凭什么男主女儿就不能被控制啊 啊这是什么你啊 你们这个设定就像是强行 强行给泪蛤蟆插鸡嘛 只要说他能下蛋一样强行啊 于是 就带着这个让人离谱的真相 男主踏上的游戏最后真正的地狱之路啊 突袭反派大boss的实验楼 没错 前面的所有精力对于男主来说 如果算是马拉松的话 那最后的大决战可能就是铁人山下 首先男主要突破数驾巡逻直升机的围追堵截 来到大boss老家 然后偷偷溜过山上的第一道防线 接下来是数百个士兵 三步一停五步一上 层层封锁 不过好在我们有从杀手那里偷的狙击枪 你们三步一个 我就三枪一个 哦不对 三枪一个那我也太猜了 总之 经历了密集的实验大楼外围 杀了少数有三位数的老鼠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反派boss 怎么说呢 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失诚了 真的 说大boss就真大boss的 一定要尝到最后一刻才露脸 但是 我现在对这货完全没影响 你他妈谁呀 哪里来的杂鱼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让我抛马拉松是吧 你他妈死定了 最后一步啊 分别炸毁八个反派的心灵控制装置啊 过了这款游戏就结束了 但是 如果你们以为这灵魅影响游戏就会变简单 那就大出特出了 到这里 游戏才是真正的地狱难度啊 经历在前面漫长的战斗 一般人走在这里 子弹早就差不多了 唯一的防弹衣还 波罗波罗的 然后看看这个可怜巴巴的血线 被子弹插一下我就没了 你肯定会想 没血了吃药不就好了吗 但是 这鬼游戏的血药竟然还设有烂药性属性 你以为你要很多 多自己吃就好了 恭喜你 一旦要吃多了 你就会吃了个寂寞 WTF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吃水果来补血 但是 这一个波罗就一公斤 带十个就十公斤 神他妈 我上个战场背十公斤波罗 有病吧 更不说这无限刷的士兵 他们就眼都不眼都直接往你脸上说 我这是捅了蟑螂窝了是吧 好不容易上完一窝 闯进一个放置装置都找见 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下个回合 唉 等一下 怎么就开始响了 喂 没那么快吧 这是逼着我往外跑啊 这我还能说什么 拼的 终于 一切结束了 游戏直接切到片尾动画 男主粉碎了反派的邪恶计划 整垮的心灵控制装置 带着女儿和帮助过女儿的博士一起逃出生天 似乎是个好结局 那么最后我只有一个问题 这位大蚂蚁谁呀 你告诉我这是同一个人 精彩